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' day, I work hard, I work hard every da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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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《廣告》继续浏览后续社论认为,反送中运动今年 4 月开始至今, 刚符合北京当局都低估示威者的决心,让不做的太少也太慢。 香港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如果早在还是和平示威的时候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,可能就得以缓解紧张情势。 相反的,起初她只宣布暂缓修订,过了将近三个月后才说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,但反送中示威已频频传出流血冲。 突,这无意见乡示威者传递了一个有害的讯息,唯有暴力才能取得成。 果,在多数人眼中,港府持续危机处理不当,使他们失去统治正当性。 从一个迹象可以看出来,民意已倾向支持示威者,昨天有全副武装的黑衣示威者跑过香港市中心商业区时,受到上班族的家道欢呼。 这,篇社论还写道,失去民意正当性后,港府不是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,反而诉诸警察武力镇压。 香港当前面临的不是法律和秩序问题,而是 法治问题。现在有迹象显示,北京当局正准备更加强硬应对。 中国官 原表明希望在香港进行立法和教育改革,包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。 第一,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,如果北京政府有意为二十三条立法,唯一有成功的方法,就是让香港实行基本法已承诺的双普选, 第一,仍以票选出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。 二十三条,指的是基本法第。二十三条,要求港府自行立法禁止叛国,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,等行为的条文。 港府2003年曾推动立法,在引发港人疑虑而导致 五十万人上街游行的政治风暴后,港府迄今都未再重提立法。 英国金 荣时报社论最后提到,这件事发生几率微乎其微,对现普选诉求会让。 人觉得北京向暴力屈服,并为中国其他地区立下先例。 不过,落实谱 选可能是让反送中运动和平落幕,也是避免中国血腥军事镇压危机声。 他一位西典环地证会永远 sec amounts都辑itution利回復欧中与 平洋语 本日记者公开 颜色 平洋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